奔驰才是真正的价格屠夫啊 现在为了充销量 别说降维打击了 就算自家车型也不放过 特别是最后一款限量版车型 从之前62万的天价 一口气跌到现在49万多 你以为这就完了吗 这才刚开始又降了20万 现在直接跌到28万多就能够入手 他不是暴跌王 谁是暴跌王啊 跟我一起来看看吧 第一款奔驰GLB 对于这款人们也是褒贬不一 有的说他五座搭的1.3D是来割韭菜的 有的说他的七座是硬塞进去的 总之就是众说纷纭 至于值不值得入手 今天就给你们讲解一下 官方指导价295,900到364,800 让利能够达9万5 裸车只需要20万09 从价格方面来看还是比较亲民的 而他入门级版本搭载的是1.3D 7档失时双离合 零百加速能够达9.4秒 百公里以后能够低至7.04 最大扭矩2.5 最大马力163 但从账面数据来看 我们也挑不出什么毛病 小马拉大车的情况也是不存在的 因为他的车重才1.6吨左右 再加上奔驰对发动机独有的调教 更是让人非常的放心 我们再换个角度考虑一下 如果他真的是小马拉大车 那么20多万谁会入手呢 那不纯纯大冤肿吗 我们再说了他的7座 车长4米638 轴距2米829 毫无疑问 坐进去肯定是比较拥挤的 但是你短途程度和应急不是很好吗 如果你只是追求速度与激情 那么建议考虑他的260T190的马力和380的扭矩 匹配的是8IT变分箱 0百加速能够达8.8秒 价格优惠爱护士的239800 车内标配武器囊 10.25英寸的一金一表 10.25英寸的中共屏 车内64侧氛围灯 动力也有了 空间也有了 而且内饰还比较豪华 价格也比较器皿 入手还比较划算 但如果说你预算不足 还想要开着有面子 那么你就考虑他的入门级1.3T5座版本 如果你家庭成员比较多 那么你就考虑他的7座版本 总之这款车的出现 能够满足各个消费者的预算需求 而且你们天晚不要听那些小白和身边的朋友瞎忽悠 只有自己去试驾过这款车才有话语权 对此你怎么看呢 第二款奔驰A 如果有人告诉你14万多 能够入手一款奔驰的入门级车型 你能相信吗 可能很多人都会持怀疑态度 但事实确实如此 入门级车型已经从214800跌至139800 现在就连我们月薪4000的上班族都能够买得起了 而且把它当成一个挑板不是更合适吗 再加上1.3T7档实实上力合了加持 更是能够给到你百公里加速9秒的成绩 油耗还能够低至6升 仰车成本也是比较低 但是速度与激情你就不要考虑了 毕竟一分价钱一分货 再结合4米62的车长2米789的轴距 虽然入门级版本大屏只有7寸 但我还是建议选中它的10.25英寸的 只需要3000块钱明显要高出一个档次 并且后排座椅也是宽大且舒适 同级别车型唯有奔驰的空间最大 底盘采用的是前半腹性和后扭林梁是非 独立险价 说实话调教很一般 过颠簸路段的时候也是不能够给到你很好的绿阵性 但是在外观方面三叉新乎的车标 车内肉眼可见的大屏 在这方面这款车就已经赢了 有很多消费者他是不会在意这些的 毕竟是个奔驰 开着有面子 对此你认为我说的对吗 第三款奔驰1QC 都知道奔驰优惠力度大 但是从来没有人敢想过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 从这里我们也能够看出 这款车在之前溢价有多高 不过现在抄底还是很划算的 部分地区228万到229万多就能够入手了 要知道他从之前62万跌到现在49万 又跌到现在228万多 这个跨度区间真不是一般车企能够做得出来 续航方面分为400和443 扭矩却能够达590和760 0百加速最高能够达5.1秒 别的先不说 就这个动力相比比亚迪也是丝毫不逊色 再加上底盘独立悬架 悬架软硬调节 车内双10.25英寸的大屏 几盒多光束大灯 64色氛围灯 多层隔音玻璃 买奔驰不就是冲着它的内饰和动力来的吗 而且车长4米74 轴距2米87 空间方面也是十分的宽敞 再加上入门几成型就是前置后置双电机四驱驱动模式 28案入储这样一款三大新汇的奔驰也是很划算的 虽然它是GLC改变而来 虽然它优惠力度大 但是那又怎么样呢 以上三款奔驰车型现在真的是疯了 优惠力度一个比一个大 你会抄地哪一款呢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车圈大哥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